好,那我们再念一遍哦 第一页 英语可以说是现在世界通用的重要技研 为了要自小孩就不用小孩的英语能力 第三点前三个小 是想到议会本导渡的方式 本来英语小老师来担任其他学生做会学习 我们也知道过去小朋友学习英语的盲点 就是不敢开口说英语 那我们有建议这样的一个现况 那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样营造一个环境 学习的环境 让学生愿意来开口说英语 在台湾的交友环境 很多学生在学英语的时候 大部分都不敢开口说出来 第三个小希望透过不同的教学方式 各个学生可以担心说英语 达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那对他们来讲就是自信心的一个培养 另外一个就是成就感的这个养成 让他们有一个成就感 那这样的话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激励 让他们更愿意自己边策自己把它学好 然后可以去带领别的同学学习 这些小老师在台前带在学英语的母音 可以看出来是穿完主席 不然英语说得流量 还是也可以套过其他同学的过程当中 好好加工分连自己的英语领略 因为英文老师他就是告诉我爸爸说 我有很好的语文能力可以让我来当英文小老师 我也很开心可以当 就是很高兴能去当英语小老师 就是让大家学习到我也对英语很有兴趣 也体会到其实当老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透过一个内容的一个变化 还有课程的一个让内容更有趣 或者把它更简化 那小朋友一般在接受这样领读的小朋友 反应非常的好 好 认识 希望透过推动英语汇本导渡的方式 让学习可以有一种新的学习方法 自小时就对学习三成幸福 可以让英语大声说出去 记得错 开场报道